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下就是竞马 严选了今季十大马仕 值得大家一体再看 虽然他没有办法符合冠军人马奖 最佳新马的轮选资格 但绝对是马迷心目中的最佳新马 因为他今季跑过十场 全部进入三格 创下了一季七win的佳积 如果不是第二场塞死了 可能已经是一季拿到八win 还有他期间试过抛跌了潘顿落马 结果退出了 不过百艳得利又真是挺厉害的 12月的国际赛 看看他够不够金枪60和加州星球 废一废 作为榜首里面唯一一匹不过百分的马 晴皇有多厉害都不用我说了吧 能够拯救到郑俊伟帮他护级成功 你猜他真是流的吗 今季他就帮郑扣贡献了四边 一匹马就已经帮他赢了四分一合资格的头马 在5月28日那场 看上去就输了 排12档起步 没办法之下 当然是在最后跑了 头段还要慢到25秒14 以为根本没可能追到 谁知在直路上一抽出来外档 较出的追势相当凌厉 终点的机步还过着大二门起连勇敢 如果不是这一场头马 郑俊伟随时可能互及不到 今季四岁系列的赛事惊喜不断 经典一里赛假结尾骑着奥游气泡爆冷人一放到底 到了第二关经典杯 他就放到最后200米开始脚软软 但是之后曾晴就跑2000米的打比正本器 还要厉害不幸地抽到14档 你说了 怎算都没可能赢得吧 谁知姚本辉就换了八道奇招得手 出门就直接倒在最后来跑 中段发力踩油了变咒 最后竟然可以捱到尾 压赢了赛救伤红 至胜者强和永远美丽 简直是神奇哥神奇水猫 浪漫勇士上季就赢了打比和女王杯 但严格计计 他只是赢了加州星球 始终加州星球未有2000米的长力根据 女王杯 仅仅赢了飞凌闪耀 勇战神区和家应之星 这些中年马 实力就未见得上到怪兽级的水平 不过他今季实力真的升了 尤其在香港杯的场上 那么确实不用点骑 已经请了一众的外队代表食尘 绝对是近年最有霸气的香港杯盟主 新短途马王今转贵人 上季尾炮谷草1200米 还要输给一只齐齐有福 但今季的进步表现 进步到你不信了 包办了三贯短途马王 兼且单季里 拿到8Win的成绩 打破了美丽全城的纪录 对上一匹三贯短途马王 已经是接近20年之前的精英大师 如果不是在香港短途锦标塞车无位 随时一季已经9Win 而这匹马相信亦是文家梁 成功获马会 破例逐牌的最大功臣 浪漫勇士今季之所以做了三马王 除了因为有金枪60太厉害之外 亦要拜帐王所持 这匹上季的长途马王 今季就一度完全没有form 在遮打杯面对着如日坊中的浪漫勇士 就突然神涌回 直路上面 在中段踏着了追上来 中点前就力禽禽放头的浪漫勇士 蟬乱遮打杯 全轨2勝2,400米的大赛 浪漫勇士输了遮打杯之后 亦都宣告无缘争逐今季马王 马王金枪60 就算去到七岁 仍然是全港里最强的一利马 不过近年最强的挑战者 加州星球 在香港一里錦标 就可以一雪前耻 那场赛事 中段他的扣女美丽同向 就好像拉不住 上去前面 扯快了步速 令到加州星球 顺势就在外面加速 直路上面法力走掉了 金枪60就狂追整条直路 都无法修复失地 三连八一里錦标 就这样炮一汤 如果计到跑大赛来说 加州星球 亦都是全季 唯一一只 可以先过金枪60个中点的马 你说经不经典? 浪漫勇士在董事杯 就输给金枪60 安尚人田泰安就备受批评 他对香港金杯的正本戏 连贺测要赛前都说没什么信心 觉得浪漫勇士跑2000米 赢面高一点 谁知金枪60在直路上面 使出他的招牌式后径 又在终点前追过浪漫勇士 一连两场 展示给你浪漫勇士看 Who is the boss? 张王在今年2月就远征卡塔尔 挑战当地2400米一级赛 游掌錦标 在赛前 相信都没什么人对他有什么期望 始终他上季用得那么尽 搞到今季迟迟都未上力 而且一般都觉得他放弃为免金杯 因为要对着浪漫勇士 打定输数了 谁知就是远征这一场 令到他重现真身 直路上面透出直奔终点 为讲真刚 被誉为世纪之战的董事杯 混习了当时最强的三匹马王级分子 金枪60 浪漫勇士 和加州星球 在一里的徒程一较高下 三强顶立的局面 真的很多年都没试过出现 三匹马的粉丝 还在讨论区和社交平台 互相打口水战 在直路上面 三匹马都弹掉了整个马群 最终马王金枪60 就已七岁之灵 击败了两匹较为年轻的强手 重夺失落了一届的董事杯 再次证明了 马王就是马王